女人其实很好追,满足这些条件就好了 如今的男士总是说女人难追,眼光特别高 不仅要有钱,还要有颜值 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优秀的人 大多数还是比较普通的 所以现在单身的男青年越来越多 但其实,一个男士追不上一个女士 不一定就是那个女士的问题 男的也应该适当地反省一下 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女人其实很好追,满足这些条件就好了 知道她在想什么,去了解她 都说男女是来自不同星球的两种生物 根本没办法理解对方在想什么 其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看不尽然吧 大多数不理解的女生 不知道女生在想些什么的男生 都是不够喜欢吧 我曾见过一个男生 为了女孩子想尽一切办法去了解她的一切 后来经过她的乳腻 女孩子只要一皱眉 她几乎就知道她下一步想要干什么 不是你不读女生 是你真的不爱啊 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不随便离开她 女孩子都是特别缺乏安全感的 她们想要的男朋友或者伴侣 是那种说了爱就能一生一世 不离不弃的那种 你们必须给过她们安全感 才能让她们死心塌地地爱着你 但是现在的男孩子大多比较浮躁 今天喜欢这个 明天又说爱那个 这样的男孩子对女孩子来说 都不够有安全感 因为她们要随时担心她会离开自己 这样的日子真的太累了 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女孩子 那么请你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不随便离开 在她最无助的时候陪在她身边 女孩子在无助的时候特别脆弱 往往是希望有个人能陪在自己身边的 如果你说你喜欢她 想要追求她 可是在她最无助的时候 给你打个电话 你却告诉她你在忙 没有时间 那么我想你们的这段关系 基本是没戏了 女孩子在无助的时候特别好追 但是如果你在这个时候 没有给她想要的 她离开的身影也是很决绝的 如果你真的爱一个女孩子 会需要多轰轰烈烈的承诺 只需要在她最无助的时候 陪着她就行 展现出你有承担责任的能力 现在的女孩子很现实 但是这个现实并不是指 看重物质生活的现实 说的是女孩子 都想找一个能扛得起责任 能对自己后半辈子负责的男生 作为男生 陷落是最不能有的东西 因为不久的将来 你需要负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 就算一个女孩子很爱你 一开始会选择跟你在一起 但是时间久了 她发现你太怯弱了 可能给不了她想要的幸福 然后分手了 所以男孩子 你作为男人 就应该展现出你应有的强大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告诉她 现在很多男孩子 喜欢把所有的话都闷在心里 我虽然很喜欢你 但是我可能永远都不会说出来 我很郁梦 你喜欢一个人不说出来的话 他怎么知道你的心意呢 很多男士说 如果我说出来了 然后却被拒绝了 最后岂不是很没有面子 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 如果你不说出来 那么你这辈子都是不会有希望的 你说出来也许会被拒绝 但是也有成功的机会的 所以你如果喜欢一个人 请告诉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